很多事情都不可以轻信 轻易地去相信 必须要经过考证以后 很多事情像师尊所讲的 这个师尊的传承来源 那么师尊要把 这个如何得到这个传承 要讲给大家听 大家才能够明白 随便听人家的 也不一定是很准 听外面的那更不准 有人讲说 师尊没有传承 师尊根本没有密教的传承 外面的人有人这样子讲 讲这个没有意思 因为最后我最后的一个师父 密教的师父 图灯达吉丧师 最后一个密教的师父是图灯达吉丧师 因为我提早讲出来 大家一波风就往图灯达吉丧师那里去 你说是不是 那你们见过图灯达吉丧师的几手 你看有很多人见过 他们都见过 什么叫做没有密教的传承 难道这个师父也随便认的吗 我要把所有的传承的证书收集 或者跟他照相 我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从来就不会照相 我手上根本就没有照相机 我连手机都没有 以前见了师父 以前见师父的时候 那时候还有手机吗 没有啊 这个 对 对 我住巴拉的时候 那时候有手机吗 还没有手机吗 那时候撒迦真空丧师 对不对 了名和尚 另外这个撒迦真空丧师 了名 了名和尚 十六四大八皇 那时候都没有手机 我从来也不照相 他说以相片为准 那相片我只有跟图灯大吉 上师照过相 但是是他帮我照的 那个奇贡 帮我照 我自己也没有照相机 所以我就拿不出那个照片出来 他们讲师尊 讲的不是不对的 他没有传承 哪会没有传承 所以必须要 这个必须要这个证明 好 好 感谢观看